近日由众多华人企业组成的 美国加州华人总商会在罗杉矶成立 请看报道 美国加州华人总商会的成立 得到了中国驻罗杉矶总领馆 美国主流社会 特别是民选官员和加州地区 众多社团机构和企业的大力支持 中国驻罗杉矶总领事馆 乔务组组长汤长安 在致辞中首先代表总领馆 对美国加州华人总商会的成立表示祝贺 对新任会长王爱玲表示祝贺 汤长安希望商会作为新成立的协会 有新的气象 能够代表新移民的实力和形象 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维护祖国统一 关心国内发展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贡献 美国加州华人总商会 是由屡居在美国加州的商业 教育 文化 医疗 科技等领域的社会精英 优秀企业家和杰出团体负责人等成功人士 联合发起成立的非盈利性组织 美国加州华人总商会 于2018年3月经美国加州政府正式批准为 独立社团法人 商会总部设在洛杉矶 与会到场的民选官员及社区侨领分别致辞 向新任会长王爱玲颁发贺壮 并共同为商会接牌 美国加州华人总商会新一届理事成员 在仪式上宣誓就职 新任会长王爱玲为商会荣誉会长顾问颁发聘书 美国加州华人总商会创建一屎 就已发展会员40多家 据商会首任会长王爱玲女士介绍 商会的目标是争取在本届任期内 会员数量达到500家 力求让加州更多的侨商加入到美国 加州华人总商会的大家庭里来 我们的宗旨是创新 发展 新模式 新概念 新未来 我们创立这个会的目的宗旨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是做教育的 我做了十几年的教育 但是由于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 认识了很多新移民 每一年来自各个地方的新移民 我们都会碰到 那么他们都会求助于我们 那我们在帮助他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 所以呢 那我们就是有这个商会的雏形 来自于这个点 我们要帮助我们的社区 那么服务于华人 我们这个商会呢 目前有电商 IT 有物流 有医疗部分 那有教育部分 有金融理财 有地产部分 所以你们想得到的专业 我们都有 所以为了大家 我们华人社区 加州华人社区的发展 文化 经贸 那么我们就是团结在一起 协助 环球东方记者 洛杉矶采访报道